明朝初年 有这样一位僧人 他剔度出家 斩断红尘 游历四海天下 通习道法阴阳之术 他向明成祖朱棣献祭 轻而易举地从他的侄子手中 夺取了明朝政权 此后便一直在幕后 为皇帝出谋划策 影响了整个明朝朝廷的政治走向 成为了明成祖登基的末大功臣 同时也是明朝宗庙中 唯一以文官身份配想之人 还为人冷静沉稳 富有谋略 胸怀天下之志 洗浊黑袍 此人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衣宰相 姚广孝 姚广孝 又名天息 法名道眼 乃长州人 本是医家世子 其年少时默默无闻 在医学上也不曾有所造诣 后梯度出家 云游半生 这才遇到了知音相事 袁公 袁公见其形如病虎便说 你是个奇特的僧人 眼眶是三角形如同病虎一般 天性必然 嗜好杀戮 是刘炳中一样的人 按照常理 僧人子弟都以慈悲为怀 听到他人说自己生性是杀 本应怨怒反驳 然而姚广孝听后却大喜默然 以为终于遇到了能看出自己志向之人 刘炳中乃辅佐忽必烈建立元朝之人 他和姚广孝一样同为僧人 但却大有作为 元朝的年号 法律 典章 都是出自他的手 南京都城 也是依据他的设计所修建的 在姚广孝还是孩童时 他就曾在街上看到过元朝僧官出场的阵仗 他也因此崇拜僧人宰相刘炳中 为成为刘炳中一样的僧人宰相 而潜行苦读 功师善书 今修如学 只是没过多久 元朝就被明朝取代了 姚广孝不得不云游四方 时时观察世事 不得不说 若不是像是元拱的话语激励了姚广孝 也许姚广孝将很难坚持走完自己的僧人之路 只不过 姚广孝在修习佛法的过程中 不知为何 却拜了一位道士为师 因而习得了阴阳术术 被外人视作妖僧 随着姚广孝术术越来越高深 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终于在洪武八年 通过了朱元璋的僧人应试 以通如僧人的身份 入京拜见明太祖 只是此次姚广孝入京 并未被授予僧官 只是获赐了僧衣而已 五年后 经僧路斯举荐 姚广孝才得以入天界寺 谋得一个僧侄 此时的姚广孝 仍然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位置 而他真正在历史上大展拳脚 还要等到两年以后 洪武十五年 42岁的姚广孝 终于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机 同年马皇后因病离世 明太祖挑选高僧随士诸王 诵经祈福 姚广孝听闻之后 遂主动向僧路斯举荐 通过关系成为了燕王朱棣的随士僧人 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 其在十岁时就被明太祖封为了燕王 和其他皇嗣一起修习繁琐的宗法和礼仪制度 久而久之 朱棣等皇嗣也产生了做皇帝的念头 只不过朱元璋 却从未考虑过立长子以外的人 为此朱棣等人明争暗斗良久 结果到头来 朱元璋反倒立了个藩王的侄子 朱允文为皇太孙 直接将各个藩王 从王位候选人的座椅上筛除 朱元璋的这一行为 导致了各位藩王的极大不满 同时也间接导致了禁难之意的爆发 朱棣造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只不过朱棣的反心也并非完全来自于自己 朱棣虽然想成为皇帝 但是他却是当时几位藩王中实力最为弱小的一位 姚广孝一眼就看出了朱棣的心思 所以趁着四下无人巧言于朱棣 如果任用他 定会以白帽相赠 王家白帽就是皇字 朱棣天后又惊又喜 其今在区区僧人尽有谋逆之心 其在终于遇到了懂自己心思之人 此后 朱棣便将姚广孝接入沁寿寺 让他做了住持 换作平常人 能有幸成为藩王之交 疑似住持 余生就算只是与钦灯古佛作伴 也已经相当满足了 然而姚广孝却仍未在此止步 反经常出入燕王府 与燕王论述天下大事 朱棣虽将其任用为自己的谋事 与之相谈甚欢 朝夕不离 旁人甚至形容他们俩交往到了交往甚密 时时秉人语的程度 交好甚至三国时期的刘备诸葛二人 朱棣的势力 也在接纳了姚广孝后愈发壮大 此前并不看好朱棣的朱元璋 在临终时 也将其视作了家族的最大支柱 无疑 此时的朱棣 已然是藩王最强的一位 然而姚广孝却仍旧不满足于 做最强藩王的谋士 他又将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呢 姚广孝自从以僧人谋逝身份 纳入燕王府后 在诵经念佛之余 总是不忘在朱棣耳边念叨着让朱棣造反 此时朱棣虽然忌惮朱元璋在位 不敢造反 但久而久之造反的念头 仍旧还是按照姚广孝所愿 在心中根深蒂固了下来 姚广孝也趁势将自己的知音像是远拱拉拢入火 使他成为了朱棣手下的第二谋士 三个颇有野心之人就这样齐聚一堂 一同谋划着在大明江山来一场翻云覆雨的大政变 为了给政变做准备 朱棣暗中拉拢了诸多在朝廷中担任要职的大臣军官 同时在民间募集了不少骁勇之士 而姚广孝则负责在燕王府的后院秘密训练兵马 为他们讲解古今兵法成败之事 同时还命人修建高墙将地穴围绕起来 偷偷在地穴中打造军队用的兵器 并用饲养的勤触掩盖准备起兵的种种异动 然而就在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时 事情的发展却突然超出了姚广孝的预料 在朱元璋死后继位的朱允文 因为忌惮几位藩王叔叔的权力过大 于是决定发起薛藩之难 将矛头直指至藩王之首朱棣的身上 派了不少人马密切监视燕王府的一举一动 但是奈何朱棣权势强大强削不得 于是暂时作罢 朱允文随即便对除朱棣外的其他藩王先行下手 朱棣的五位兄弟相继获罪 被废除藩国 朱棣因而自危 与姚广孝加快了政变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 朱棣曾心生悔意 所以向姚广孝问道 百姓都支持朝廷 怎么办 姚广孝回答 您当皇帝是天意所向 管民心做什么呢 朱棣因此更加坚定了政变的决心 然而就在准备即将完成时 薛藩之难也终于到了朱棣头上 姚广孝和朱棣又将如何应对呢 建文元年六月 燕夫百户 倪亮 突然背叛朱棣等人 向朝廷告发了燕王谋反一事 朱允文于是便下诏 让此前派去监督燕王的官员实施逮捕计划 好巧不巧的是 朱允文密信抓捕朱棣的人 曾经是朱棣的部下 于是便将朱允文的计划 告诉了朱棣 朱棣盲问姚广孝有何计策 姚广孝乃举汉景帝听从朝措 薛藩引发七国之乱的典故 并向其蒋明齐太等大臣 劝皇帝薛藩 实乃想将天下推入乱世之理 朱棣听后大悟 遂决定立刻起兵 并以诛杀奸臣齐太等人为名 号称奉天禁难 以亲君策 同时尚书朝廷 称自己是按照祖训来诛杀奸臣 并非谋反 就在朱棣决意出兵时 不知为何忽然风雨大作 燕王府上的青瓦 突然被风吹落在地 碎成两半 当时风吹落瓦 被人们视为不祥的征兆 朱棣脸色因此大变 姚广孝看出了朱棣的心思 便诡称此乃吉兆 飞龙在天 必有风雨相随 王府的青瓦坠地 这预示着殿下 要用上皇帝的皇瓦了 朱棣因此才得以放心出兵 不得不说 在讲论道理之上 姚广孝确为其人 仅凭一张嘴 便能将黑变白 及胸颠倒 或许这也是为何 当时人们都称其为妖僧的原因之一 朱棣发兵后 姚广孝并未随朱棣一同出征 反倒是与朱棣的儿子 一同留守在了北平 姚广孝作为谋士 之所以没有跟随朱棣一同出兵 是担心朝廷派人攻打燕府 并在之后包夹朱棣 使其进无可进退无可退 果不其然 朝廷趁朱棣四处征战之时 派人合兵五十万驻扎合剑 并骑袭了顺天府 朱高赤在姚广孝的辅佐下 巧妙利用北方冬天结冰块的特点 命人在城墙上浇水 次日便结了厚厚的一层兵 五十万南方明军 只得看着高高的城墙 陡然叹气 姚广孝趁机组织兵马 在城墙上反攻 成功击退了敌人 在此之前 朱棣因提前知晓 朝廷发兵五十万 自己没有兵力对抗 于是便亲率大军 习取大宁 争取援军 一方面 大宁的宁王 对薛藩也持有反对意见 容易妥协 另一方面 顺天府东面的永平 也是朝廷所属 对朱棣威胁很大 此次争取援军 还可以顺带消灭威胁 朱棣遂率金兵出征 成功习取大宁后 朱棣吞并了宁王所有的部队 其中还包括了一支 雇佣而来的蒙古铁骑 战力倍增 随后朱棣便立刻回防顺天 与姚广孝里英外合 大破了朝廷的五十万军队 军臣二人陆立解围后 顺天便再无后顾之忧 朱棣也因此得以安心南下 禁难之初 北方多地将领都与朱棣交好 故纷纷投诚 燕军的讨伐 也因此十分顺利 一路连战连胜 然而其在围攻济南时 却突然碰到了钉子 书生出身的参政铁炫 率兵死守济南府 三月不肯出城迎战 也不肯开门投降 于是朱棣便打算用水攻破城 铁炫听说后便诈详朱棣 企图引诱朱棣单其入城 在其经过城门时 用城门上的铁闸砸他 好在朱棣命大 铁闸提前落下 这才保住了性命 朱棣得知铁炫想暗算自己气愤不已 便不顾城中军民死活 打算炮击济南 铁炫见状 便拿出朱元璋的巨幅画像挂于城前 又亲自书写明太祖灵牌分别放在城墙的缺口上 燕军因此不知所措 姚广孝听闻后便派人送信给朱棣说 将士已经累了 还是班师吧 朱棣气愤不已 但也无可奈何 随机退军 次年 燕军再次南征途中绕开济南 一连战连胜 但兵力却相较之前大为削减 与此同时 朝廷恢复了一众此前被罢免官员的职位 并命他们在暗中偷偷集结军队 攻打燕军占领的地方 久而久之 燕军将士的状态又陷入疲惫 朱棣遂命大军休整 然而命令刚发出去 就被姚广孝拦了下来 朱棣便问 此前是您告诉我军队疲惫了应当休息 现在军队疲惫 您为何又不让休息了呢 姚广孝便依据朝廷密探的报告劝谏 说燕军实力强盛 但兵力日渐亏损 朝廷军队兵力虽弱 却有四海为兵源 如果拖延下去 骑兵就失败了 于是朱棣便继续带兵南下攻打 在距离南京不远时 姚广孝便又对朱棣说 金师空虚 不要再攻打城池了 急袭南京便可一举攻克 朱棣听从姚广孝的意见 直取金师 果然防守空虚 十分轻易就拿下了南京 南京陷落 朱允文不知所踪 建文四年 朱棣成功接过姚广孝帝过来的白帽子 成为了皇帝 姚广孝也因禁难之功 累获官职 荣华富贵 险及一时 姚广孝又将如何将自己塑造成第二个刘禀中呢 朱棣称帝后 随即任命姚广孝为僧禄司左膳士 成为了全国顶尖的僧人 两年后又拜其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 让其父姓姚 赐名广孝 此时僧人道演 才正式以姚广孝为名 但朝中官员大臣 乃至朱棣 为了尊敬他 却从未以赐名称呼他 而是称其为少师 一日朱棣在庭院散步 想起了自己还是燕王时 姚广孝为了劝自己造反所对的对子 愈发觉得如此有野心之人 却出家为僧 好生无趣 于是便下令 让姚广孝续发还俗 结果被姚广孝拒绝 朱棣却愈发不解 反而担心起姚广孝装作清淡寡欲 另有所谋 于是便赴赐他府邸 金银 宫女 结果姚广孝仍旧不为所动 反将赐予的金银 全都赠予邻里相亲 被派去服侍的宫女 也被姚广孝谅了一个月 才被皇帝招还入宫 姚广孝也因此得以在晚年善终 这一切都得益于 他能正确地认识大事 揣测人心 朱棣为燕王时 最为反对的政策就是薛藩 结果自己当了皇帝 第一件举措 却还是薛藩 古往今来 皇帝手中最分不得的事物 就是权力 倘若对皇帝手中的权力 有所期望 等待的便只有毁灭 跟随明太祖朱元璋 出生入死的兄弟那么多 却仅有两位 不是因朱元璋过河拆桥而亡 有了前车之鉴 姚广孝明白 朱棣虽然对他毕恭毕敬 但这也仅限于自己 对朱棣不会造成威胁的前提下 因此姚广孝也从来不去 主动向朱棣索要权力 来达成愿望 反倒是朱棣十分认可姚广孝 明白姚广孝无非是想留下公民 成为刘炳中第二 于是便照葫芦画瓢 将刘炳中做过的事情 索性都推给姚广孝 当时朱棣迁都北平 将北平改名北京 正缺一个皇宫 于是便叫姚广孝兼修 此后姚广孝又兼修了永乐大典 主持重修了明太祖实录 多有功名成就 只是姚广孝虽有大喜 却再无人可以分享 她曾去拜见自己的姐姐 姐姐却拒不开门 她曾去拜访自己的故友 故友也不肯见她 只是叫人责怪她说 和尚勿已 或许直到此时 姚广孝才真正了去了所有烦心 昭卓臣服 穆穿僧袍 任由世人对其称呼在 黑衣宰相与黑袍妖僧二者之间变换 不再加以辩论 只是耐心地为朱棣教导皇子皇孙 永乐十六年 姚广孝病重不能上朝 明成祖朱棣数次拜见 问他需要什么 姚广孝只是摇了摇头 并让他将此前因搜捕朱允文 而被抓的僧人朴恰释放 没过多久 姚广孝就因病离世 享年八十四岁 次世恭敬 配向皇帝宗庙 后世对姚广孝的评价 保贬不一 有人称其为神僧 亦有人称其为乱臣贼子 如明末的顾言无所言 姚广孝的才能 远高于王阳明等人 只是生不逢时 世道太平 为了不负贫生所学 只能造反 当时所有人对姚广孝的抨击 也都是基于天下太平 无故造反而言 若是将其置于乱世 或许姚广孝所为 定能多几分明正言顺 姚广孝出家为僧 却仍有公民之心 称为妖僧 不足为过 其虽有正谋远略 却终归不过一介谋士 政客 远不能称为 亡阳民般的圣贤 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大明的舞台上 自己的子嗣 会与被自己拒绝的僧人 一同上演了一出 浓墨重彩的两面挪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